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首先呢 我们知道呢 现在的这个王毅啊 中国的外交部长 国务委员王毅啊 已经结束了啊 这个对东南亚和蒙古的窜访啊 已经回到中国啊 九日啊 他和这个正在中国访问啊 我们就不说窜访了啊 跟大家这个开心一下啊 和在中国访问的这个韩国啊 外交部长啊 普振啊 或者叫朴振啊 我们应该念朴啊 这个朴振啊 那么在青岛啊 举行这个会谈啊 举行这个会谈 那么外界呢 是比较关注什么呢 比较关注中方会不会向这个韩国提出维持萨德三部啊 政策的要求啊 朴振说 这关乎韩国的主权 中方应尊重韩国的主权 才能顺利发展 韩中关系 那什么叫 萨德三部呢 那是在文在寅总统啊 这个任职的时候啊 韩国的一个 外长叫康经和 他提出来个三部 叫不追加部署萨德系统 不加入美国的反导体系 不将韩日美合作发展为三方军事同盟啊 这三部 那么现在这三部啊 有可能面临冲击 好 首先是关于啊 这个 啊 王毅的一条消息啊 另外呢 外交部的这个副部长啊 中国外交部的副部长马昭旭啊 就佩洛西窜访台湾回答记者提问 我们知道这个王毅啊 已经两次啊 就这个事情 全面阐述了中方的这个立场 一个呢 是在金边啊 就这个台海这个紧张局势 阐明立场 另外一个呢 是在这个 打卡啊 也指出了啊 美方在佩洛西访台这件事情的 呃 三项错误 那么马昭旭啊 马昭旭对于 佩洛西窜访台湾 他又提出来了一个 看法啊 那么这个看法是什么呢 说 呃 记者问呢 这个记者 中国记者也比较有意思啊 这个 记者说 连日来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窜访台湾 激起中国人民强烈愤慨 对这场政治闹剧 你怎么看啊 这就是中国记者的水平啊 啊 那么马昭旭说啊 这是一场拙劣的政治闹剧 也是一次危险的恶意挑衅 佩洛西不顾中方严正警告 执意窜访台湾啊 啊 下面呢 他说什么呢 严重侵犯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 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和三个中美联合公报 严重冲击中美关系政治基础 严重破坏台海和平稳定 中国人民绝不答应啊 马昭旭在9号外交部网站发布的这个 最新的一个答记者问 又重重的啊 删了王毅部长的脸 又回到了外交部声明 8月2日深夜外交部声明的啊 啊 这个调子上啊 8月2日外交部声明也是如此啊 严重违反一中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啊 严重冲击中美关系政治基础啊 严重侵犯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 啊 严重破坏台海和平啊 唯一不同的啊 马昭旭这次没有提这个 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严重信号啊 这样的话 但是呢 说了一句 中国人民绝不答应 那么 有一个差别呢 他是把这个严重侵犯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 啊 放大了第一条 那 外交部网站上 外交部的这个声明啊 8月2日的声明呢 是在第三条 我们知道这个严重侵犯主权和领土完整 那在任何时候跟其他几项比呢 都是最重要的啊 那么马昭旭呢 这次就把他放在第一个 这个恰恰是什么呢 恰恰是王毅啊 国务委员兼外长 在这个打卡的这个指出的美方犯的三项错误的时候 刻意要隐藏的一条啊 那么王毅在这个打卡的这个指出的美方的三个啊 错误 第一个是粗暴干涉中国内政啊 他是把严重侵犯中国主权放在这一条里头啊 是要把它藏起来 而把这个领土完整 他早早的就删去不提了啊 另外一个 他说纵容支持台独势力 这是第二条 而马昭旭是没有提这一条的啊 第三条叫蓄意破坏啊 台海和平 他就把这个严重侵犯 严重违反一中一个中国原则和三个联合公报规定 严重冲击中美关系政治基础啊 以及严重侵犯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 可以说这么三条啊 在王毅的这个表述中间都已经拿掉了 那么现在呢 马昭旭副部长啊 王毅外长的这个助手啊 刻意的又把这三条提出来 而且呢 放在最重要的啊 放在最重要的123啊 放在最重要的123啊 这显然啊 是重重的打了王毅的脸 那么王毅啊 这个这个打脸是一个什么一个情况 我们不得而知啊 不得而知 因为王毅部长非常努力的啊 在金蝉脱教啊 要把外交部的这个立场扭转到他在打卡所说的 美方在佩洛西串访台湾地区上犯的三个错误啊 干涉中国内政啊 纵容支持台独势力啊 这个蓄意迫害台海和平啊 昨天我们刚刚讲过的啊 结果呢 就被啊 毫不客气的被马昭旭打脸 那么这是说明什么啊 最起码来说 外交部 马昭旭啊 他不可能有个人看法不同 要坚持跟王毅部长不同的立场 而是什么呢 啊 而是有人受益啊 有所指令啊 那么这个信号是真是有点乱啊 真是有点乱啊 这个有点像什么呢 有点像国防部啊 国防部这个谭克飞啊 谭克飞大校和他的这个啊 他的这个一把手啊 他是这个新闻局的这个呃 副局长 那么一把手就是吴谦啊 郑局长 那么吴谦和呃 谭克飞来讲呢 吴谦的这个在八月二日晚上 他的这个声明啊 就是比外交部的调子要低啊 但是呢 他是坚持了一个什么呢 坚持了一个啊 对美国的这个重参议员啊 美国参议员 访华 他采取了一个类似的一个立场啊 那么这个美国参议员的这个是佛罗里达州共和党联邦参议员斯科特啊 访台 那么当时啊 吴谦啊 大校 他是这样说的 说美方此举啊 这是在七月八号 他说美方此举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 严重损害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 严重破坏中美关两国两军关系 加剧台海地区紧张局势升级啊 说明这是什么呢 这是吴谦大校在七月八号啊 他就是这样定性的联邦参议员访台啊 那么在这个 那么在这个佩洛西访台事件上啊 他做了一个类似的表态 他怎么说呢 啊 佩洛西啊 串这个议长串访 呃 台湾地区啊 串访台湾地区 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和三个啊 联合公报规定 严重冲击中美关系政治基础 严重破坏中美两国两军关系啊 台方此举向台独势力释放错误信号 进一步加剧台海势力紧张啊 除了加除了加了这么一句啊 叫做向台独分裂势力释放严重信号这么一句啊 其他的语言完全是一样的 这什么意思呢 就是在吴谦那里的表态 佩洛西议长访华啊 这个危害性啊 访台 访台的这个危害性和佛罗里达州的这个参议员 共和党参议员斯科特 这是相提并论的 这说明什么啊 这说明国防部啊 军方的立场是不主张提升啊 提升这个紧张程度 中美两国两军关系的紧张程度啊 因为前面有议长啊 前面有参议员联邦参议员访华 他用这样的语言来定性 那么后面有众议院的议长啊 就放台啊 又说错了啊 这个佩洛西啊 作为众议院的议长 而且是执政党一方的啊 这个议长啊 那么他来访华 那么在吴谦啊 大校那儿 这两件事情的严重性是相提并论的 他按理说这个确实是提升了 这个紧张度啊 这个严重性是提升了 但是他使用了同样的词汇啊 这说明什么 军方不愿意啊 激化这个问题啊 那么甚至啊 在八月四日啊 在八月四日 军方的这个 谭克菲啊 就是 新闻局的这个副局长啊 谭克菲大校啊 是吴谦的这个副手 那他的这个讲话中进一步弱化啊 他是这样说 他说美中医院议长佩洛西串访台湾地区啊 此举与美方不支持台独的承诺被盗而驰 是对中方严重的政治挑衅 是对中美两国两军关系的严重破坏 是对台海和平稳定的巨大冲击和威胁啊 他不再提什么呢 违反一中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 他不提这个 把这条拿下了啊 把这条拿下了 那是什么意思 那就是 在两天后啊 在两天后 在中方的这个军演啊 正在进行啊 这个开始的时候 在佩洛西已经离开啊台湾访问 这个出这个这个到韩国去的时候呢 军方的这个表态啊 是严重的下调了调子啊 一方面在演习 一方面调子呢 严重下调啊 严重下调就是他不去啊 他不讲这是冲击了一中原则和三三个联合公报啊 那么如果说把谭克飞啊 大校的这个 如果说把吴谦大校的这个说法和同一时期啊 外交部的说法以及新新华社发言人的说法 那么可以说军方的立场啊 是严重的呃保守的啊 严重的保守的 不愿意呃激化矛盾的 那么到了谭克啊 谭克飞大校的这个表态 更是要进一步降低啊 那么就是把对佩洛西 访呃这个访访 访台这件事情的这个严重性呢 啊在吴谦那里是和联邦参议员斯科特啊 在野的在野党的这个联邦参议员斯科特啊 这个危险程度啊 是相提并论的啊 是一致的啊 是一条水平线上的 那么到了谭克飞那 甚至要降到了 把这个严重性降低到了啊 联邦参议员啊 斯科特啊 就是共和党参议员的这个事态之下啊 所以你看军方的调子呢 第一个是老调子啊 没有随着外交部的这个调子起舞啊 实际上这个发布的时间呢 就是25分钟啊 相隔时间啊 这是严重的和和这个可以说和中央的声音是不符的啊 军方保持了一个声音 同时呢 到谭克飞大校的时候 甚至更加降低啊 他是刻意的弱化这个事态 那么之后呢 我们也看到了外交部啊 外交部的发言人在宣布对佩洛西的本人和家属 直系家属进行制裁的时候 也刻意的啊 降低了调子 把这个领土完整拿掉啊 啊 那么到了这个 王毅在金边的讲话的时候啊 啊 这个是啊 对他把领土完整就拿掉了 那么到了打卡的讲话啊 整个把这侵犯中国主权就藏在了这个干涉中国内政这么这么一条目下啊 所谓中方的三个错误啊 中方的三个错误 而把这个领土完整就拿掉了 就是等于什么呢 不管是谭克飞还是王毅在后来都是在已有的立场上再往后调了啊 就是谭克飞下调了这个吴谦的立场一贯立场啊 那么王王毅呢也下调了外交部啊 这个立场 结果呢 今天这个九号啊 马昭旭就重重的啊 打了王毅的耳光啊 又重提啊 重提外交部的这个立场啊 这个中间发生了什么 我们不知道 那可以看出来什么 所以北戴河暑期休假啊 这个七常委他们在这个中间的这个斗争啊 这个定性啊 是真的是不管王毅的面子的 也顾不上他的面子啊 又把定性又掰回来了啊 那么军方会做什么样的表态 那么现在再没有看到进一步的啊 除了二号和四号之后 他们军军方就这一点啊 再没有做表示啊 佩洛西访台到底这个定性如何 他们没有再做调整 没有再做调整 那就按老的来啊 那么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 啊 同时我们还看到什么呢 路透社啊 路透社的一个报道呢 指出说 中国啊 这个海军和台湾的啊 中华民国啊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华民国的海军 各有十艘舰船 在这个台湾海峡中线啊 附近对峙啊 其中呢 部分解放军的这个舰支呢 企图呢 短暂的压过中线啊 压过中线啊 进入这个非官方的缓冲区啊 另外呢 还有几艘啊 这个解放军的舰船在东岸执行任务 那么中华民国的海军则持续监控啊 大陆的这个军舰的动向 那么根据路透社所得到的消息源说啊 那么中国持持续试图压进中线 台湾军队则持续试图让国际航道维持开放 那么报道说呢 今天海峡中线的情形与一号以来 两军在中线附近的策略相似啊 另外呢 根据新华社的报道 我们知道早期啊 8月2号的时候 佩洛西啊 这个啊 在台湾落这个落地 飞机落地之后呢 啊 那么新华社在就啊 公告了解放军在8月4号12点到7日12点啊 在台湾附近六个海域啊 进行重要军事演训行动啊 并组织实弹射击的一个报道啊 所谓不是军事演习 而是军事演训啊 就是演习以及训练啊 那么在这个8月7号结束之后呢 啊 那么这个南京啊 这个东部战区啊 又通过新华社公告啊 继续在台岛周边海空域进行实战化军事演练啊 联合演训啊 演训重点检验联合火力对地打击和远距离空中打击能力啊 这是7号 那么到8号呢 啊 东部战区继续啊 这个通过新华社啊 公告 他要在台岛附近啊 海域进行实战化联合演训 重点组织联合反潜和对海突击行动啊 那么到9号啊 他们这个联合演训继续进行啊 重点是组织封控和联合啊 保障行动 那么另外一个呢 就是在北戴河这个暑期的这个休假期间啊 啊 这个中共的这个退休官员和啊高官啊都聚集在啊北戴河啊进行暑期休整啊 因为什么呢 前面忙了呃这个呃上半年的工作总监啊呃这个就算告一段落 那么暑期在北戴河进行一个休息 那么同时呢研讨一些重要的事项啊在一个相对比较轻松的气氛下 但是呢 但是呢问题可都是不轻松啊 除了二十大的筹备之外还有一个中美啊中美这个关系的啊讨论啊 那么根据连云港海事局的公告呢啊 黄海水域啊均演半个月从8月6号到15号根据大连海海海海事局的公告呢 渤海水域均演一个月啊时间从8月8日到9月8日这一方面呢 这两个演习是拱卫北戴河另外一方面呢 这个演习啊也是对日韩啊的一个信号的一个释放啊 那么另外一条呢就是我们除了马昭旭啊这么一条新闻 还有一条新闻啊 习近平在昨天的时候给这个啊中啊这给这个古巴的总书记啊发了一个微问店 那么今天呢啊这个消息也就是非常奇葩啊 他是给这个马尔他中学的中国脚师生啊发回信啊回信 那么报道是这么说的是习近近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复兴马尔他圣马格丽特中学中国脚师生 鼓励更多马尔他青少年积极参与中马人文交流 马尔他是个非常小的国家大家都知道 那么这个地方有个中国脚啊 那我们也知道在中国大陆曾经很多地方有英语脚啊 就是青年人学习英语的啊如果说有一些老外在那个地方那么大家热情就更足了啊 那么习近平在复兴中说天下大同协和万邦是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对人类社会的美好憧憬 也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蕴含的文化渊源啊 这个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新型的国际关系 在三年前啊军方还是支持的到今年军方不提了啊 你如果军方不提了你这个没有牙齿的老虎 你如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啊啊 那么习近平说为破解全球发展应难题啊应对国际安全挑战 中国先后提出一带一路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啊 这都是习近平的钟爱啊啊 广泛要凝聚共识 要以实践实际行动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啊 那么说这个圣马里克大学中学啊 是马尔他的一个公立学校2021年在中国的这个支持下创办了中国脚啊 那么日前啊就是日前啊不知道哪一天啊啊 该校的中国脚师生呢就给习近平写信啊 表达对中国文化的喜悦啊 这是明显的是一个操作的啊 中方操作的一个事件啊 表达说是引用礼记中所说的什么圣人奈以天下为一家 积极评价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一带一路倡议 这祝福马中建交五十周年 愿为马中文化交流多做贡献啊 这这个是啊 这算是大外宣啊 出口转内销的一个成果啊 那么通过习近平这个啊从昨天开始露面啊 这个方式呢对这个啊世界各方的舆论啊 起一个交代啊麻痹的作用啊 表明了还都在工作有活动啊 要不然大家就觉得很奇怪了 你这个紧紧张张的忙了六天之后呢啊 一下十天啊都没有踪影啊 那么就安排让这个以习近平的名义啊 啊去一个慰问店啊啊回一封信啊 啊等等保持一个热度啊 表明这个习近平的他这个权威还倒在啊 要不然呢大家就会有个疑问了 你这个北戴河暑期休假出什么状况了 对不对 是不是这个习核心的地位不保了等等等等 各种流言蜚语啊 通过这种方式来平复一下舆论啊 好今天这个节目啊就到这 感谢大家收听收看 欢迎大家点赞转发 再次感谢节目组同事 谢谢大家 感谢您收看明镜电视频道 敬请您来点赞转发订阅 并且推荐给您的亲友 恳请您利用视频下方的超级感谢支持